追求人家 到底有多美 已经不是你本民族的美 前两天我碰见了咱们四川离族人了 前两天魏大哥在家门口接待了来北京旅游的遗族一家八口人 本来素不相识 魏大哥请他们吃到了丰盛的北京美食 这是为什么呢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要找出自己的生存空间 对 你没有生存空间 那你怎么叫啃老族啊 没错 但你爸爸你妈都让你啃死了 你还在啃谁 谁能让你啃 对 所以我觉得徐平那个 就你老去的那个时装店挺好的 政府也没给他投钱吧 人自己投的钱 对 人家自己投的钱 人家徐平女士搞自己的服装 然后搞自己的销售 是 那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容易 是不是 我觉得啊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些 互相互助 没错 是不是 这样你走向世界的时候 人家才觉得中国人是团结的 是有灵魂的 现在你们服装都没灵魂 是 来来那小孩 刚上幼儿园了 你看那穿的都是他们美国衣服 是 一个赛一个 叫大牌 大牌是谁的 都是人美国人搞出来的 追求人家到底有多美 已经不是一般民族的美方 前两天我碰见了咱们四川黎族人了 黎族人从那个旅馆上住 然后下来的时候呢 早上起来要看毛主席纪念堂去 在这等着打车 穿着黎族服装 民族服装 叫盛庄 人家到北京来旅游来了 要看看毛主席 穿盛庄来的 说毛主席啊 是我们民族的大救星 那个黎族 仪 仪族啊 不是仪 仪族 仪族这个仪字赐给他们 是毛主席赐给的的 是吧 以前他们可能是一个散落的部下 一个民族 在民国时期或者民国以前 不知道 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这个民族 后来我听他们那个六姐妹里边有一大哥 说我们那个仪族啊 仪族是毛主席赐给他们家的 是吗 那个时间有毛主席的活 那你们就叫仪族吧 可能仪族有好多的解释 为什么毛主席赐给他们为仪 仪人 仪人我也没查 最近呢 不只是以前的历史 我也没为这件事去努力的分辨一些东西 为什么叫仪族啊 它一定有它的出处 是吧 我没考证也无所谓 但是我看不见他们服装 听着你说好看嘛 人家觉得这是盛装 是 跟那斗笠似的 就像那个南方人 那个小周里边有一个老头儿 配着那个草的衣服 叫仪族 男的大部分啊 就这个六 六姐妹的 穿着男的 六兄妹吧应该叫 六兄妹啊 男的呢 六个哥们和姐妹啊 他们这一家子 还有两个父母都存在呢 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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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大呢 和老二 都是男的 这些还有女的 嗯 还有男的 一家的人一共是六个 姊妹 嗯 然后还有 还有两个爹妈 就父母呗 八个 老个 老啊 一共八个人 在这打车 嗯 在我门口哪儿的时候 一看上去 我特兴奋 嗯 我说 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跟人搭了话呗 看人我高兴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服装 对 我 没有我们本民族 好多人都在穿那一个样式的服装 哎 叫精神 没有那个精神 我就好奇心呗 我就 他在那靠着 看着我就不好意思 哎 是吧 我就说 我现在我能摸摸你那个感觉呢 你手感是什么做的 嗯 我想用我的手来 丈量他那个 衣服的温度 嗯 他是羊毛的呀 嗯 他还是泥绒的呀 他们这么冷的天 就是前几天的事 啊 挺冷的 都十一月了 他说行 那你摸吧 我就摸摸那男的抖黑人 然后摸摸那女的那抖利啊 他这人家不叫抖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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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他们管他们服装叫什么 我说不清 然后我说我能摸摸您的装饰 能不能感觉一下 行 你摸摸吧 然后我就摸摸摸人装饰 我觉得特别好 都是刺绣的 嗯 我还从您插了一句话 我说您这个 如果我要是请 要是只请这一个 嗯 装饰的话 它一个 它一根石下来以后 好多的片 嗯 跟那包 跟那松树似的 那个片 那个造型 哦 我说得多少钱啊 您说五千 哦 这是这是啊 现在的微信里 他们已经跟我 这好久 哦 嗯 因为他们不容易 他们看毛主席 我也喜欢毛主席 对 去完健健堂 他们还去几个公园附近的转转 嗯 我说你们这样吧 嗯 晚上我请你爹妈 请你们六姐妹 叫兄妹 啊 我没那么严格会说这么多细节的东西 嗯 晚上我给你们做烤肉 做什么烤肉呢 不做巴西的 嗯 那那外国呢 对 我给你们做本地的 嗯 烤肉 嗯 烤肉 嗯 烤肉 嗨 而 你们一定来啊 我不给你们多做一人半斤的羊肉 嗯 六个人 八个人 嗯 六八四百吧 是不是 不是 那个钱 不是那么算啊 好啦 那件事情好像真的没花多少钱呢 啊 三百大块钱便可啊 不要有一大堆肉 嗯 我都给他调好吧,晚上哎,我都等着现在,比现在还晚呢,七点多了,他们才从北京啊,旅游回这个旅店,路过我这儿,他们必须路过我这儿,自然呢,状态就留着,路过我这儿,他们还能回去,没事,哎呦,您这干嘛呢? 我那边外边我给他摆一个长桌子,给他们摆好的椅子,然后把凉菜都给他们配好了,我不喝酒,我不是不喝酒,我把那罐,就这个罐,给他端过,那广州人送给了我十斤酒,没开过风,我就弄了一个这样的状态,了解了解,这个中国的服装,你们不用花钱,能让我给你多少钱? 你不要给我钱,这是我个人的事,是我要破解这个,你们能来,我就谢谢你们,白吃白喝,那不叫白吃白喝,是我个人愿意的请你们吃,显示出我们北京人的热情,没错, 我们还在羡慕你的服装,哎,这个男的这服装是白黑为主,嗯,女的是以蓝色为主,哦,哎,他那妹妹姐姐嘛,我说不好,具体人家是谁,老大老二,不太直了,嗯, 然后细聊才能聊出来,嗯,就我跟他对话的那个男人,他是老大,嗯,你说人家遗族的人,都很聪明,嗯,人家还会读书,嗯,这个老大,是中国律师团里边,还是有组织的,嗯,有团队的,哦,他团队里边一个,知名人士,哦,还是律师呢, 哎,那我考了律师这儿了,哎哟,那真不错,挺棒的,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晚上你们回来的时候,你们六圈不用上别地儿值班,我今天晚上请你们值班,人家一拿这事一听,对,就是一乐,没想到我真办了这事了,他们也很激动,嗯,也感觉到,哇,这应该有这样的,嗯,那个律师他读过书,嗯,然后他看我这状态以后, 那感觉到,哇塞,可了不了,嗯,北京人还有这么热情,哈哈哈,不说钱啊,是,就是我上午说的话,下午我就给他们办了,对线了,对线了,嗯,你吃不吃,你们来不来,你从我这儿路过不路过都不重要,对,我是真心面对着你们这个六兄妹,还有他们的父母,嗯, 我拿这个真情打动,我想打动这个,这个,我自己,嗯,就是我还愿意这么办,真是,我不就花辣钱吗,对,那辣钱能有多少啊,情义无家,对,我给他们弄的麻豆腐,嗯,麻豆腐不见得那么吃果,嗯,因为他们是少人族嘛,对, 对,我给他们弄了好几个北京的小吃,啊,包括雷大滚,什么爱窝窝,嗯,想看,那边煮菜,啊,就是炙子烤肉,嘿,吃完了,可开心了,真棒,开心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服装,嗯, 是他的服装吸引了我,对,就是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服装设计师能够引领我们华夏的子女,嗯,都穿上我们本民族的服装,哎,哪个服装是代表我们民族的服装,对,什么叫爱国,是, 什么叫爱民族啊,嗯,你连你自己的服装都没了,嗯,你推开所有幼儿园的那个大门,你进去看嘛,嗯,全是欧洲的,嗯,那个牌子,嗯,小孩,那么多小孩,刚才三岁,可能进入幼儿园嘛,对,就开始穿他们的服装,我可悲,是,从小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太可悲,嗯,所以我说呢, 就你那个妹妹也好,叫姐姐也好,嗯,徐萍,对,他这个名已经打出来了,能不能再发展一下,在华夏里,让华夏的人穿上,嗯,华夏的服装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会儿徐萍,那个服装店就挣了大钱了,真是,还得要我们的政府,必须理解这件事,要支持我们 本民族的产业,哎,我说不好,产业啊,嗯,大概其实就是服装嘛,嗯,要从北京,上海,无锡,广州,你让所有的人都能穿上,你们本民族的服装的时候,我觉得,是世界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说好,华哥,他们就怕你了,哎,我们是团结, 嗯,我们是有我们华夏民族的服装的,嗯,一定要由政府来支持,然后老百姓来捧场,魏大哥呢,就是个性情中人,完全体验出北京人热情好客的特点,特别是对民族服装的感悟,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对此呢,您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评论